扶桑的故事聽過吧 你是衝浪店老闆 我是來打工換室的曉冬 你好 麻煩各位把救生衣穿上 衝浪安全很重要 也請你們把奶收起來 好緊喔 認真聽老師上課好不好 你現在擔身嗎 該幫你戴左耳還是右耳呢 我在八達下看到這個 幹嘛幫你幫我同期啊 不是每一個人 都有這麼多時間可以浪費 那如果妳還告訴我 不像話還有另一個人 那就是相信我